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总统拜登今天发布正式声明 宣布90%的成年人将有望在未来三周 获得新冠疫苗的接种资格 并且随着疫苗供应和接种规模的上升 大部分人将可以在其住所附近 5英里范围内的站点进行接种 白宫方面声明 拜登将把参与联邦疫苗接种计划的药房数量 从目前的17000提升至4万左右 而就在上周拜登宣布 他将在任期的100天内接种2亿剂疫苗 在声明之后 证据上各州发出了硬性规定 要求在5月1日前 向所有成年人开放疫苗接种资格 白宫表示 近期的疫情发展趋势再次引起了政府的担忧 就在数日前 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突破了3000万大关 而根据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的说法 在变种病毒逐步上升 免疫水平还不到位的情况之下 各州过快的经济开放 将极有可能引发新一波的疫情反弹 据白宫内部的高级官员表示 目前正在努力开发的一项医疗验证系统 来证明自己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该委官员表示 白宫以及联邦政府 目前正在与多个机构进行讨论 该验证系统的具体操作方式 其中就业和劳工将是主要的应用对象 总统拜登预测 如果美国的新冠疫苗 供应和接种水平能够保持平稳的上升趋势 那么国内的日常生活将可能在 今年圣诞节左右恢复正常 然而一旦就业市场和旅游行业复苏 政府将会要求使用统一开发的疫苗验证系统 统称疫苗护照 来确认个人的免疫水平 该项计划主要将由国内的公共卫生服务部推动 而信息技术办公室将以二维码 或书面证明的形式操办疫苗验证系统 据有关人士透露 数家技术公司目前已经致力开发类似的智能手机APP 来上传新冠测试结果和疫苗的接种信息 一旦白宫方面采纳 那么疫苗护照将在国内未来的演唱会 健身房 影院 办公室 甚至是其他的国家都会得到广泛的使用 世卫组织派往武汉调查 新冠病毒源头的国际专家小组 离开中国已经一个多月 却一再将报告发布的时间延后 归咒于联络和翻译上的问题 但根据尚未正式发布的最终报告副本 世卫专家小组相信新冠病毒最初来自蝙蝠 报告发现更可能的情况是新冠病毒先从蝙蝠传染到另一个动物身上 再传染给人类 至于前总统川普政府所宣传的理论 病毒从武汉实验室外泄 报告强调武汉当地的实验室都有高度的安全水准 因此疫情来自实验室的假设被认为极度不可能 乔治伦大学的医学专家指出 除非中方提供所有的疫情数据和信息 否则世卫机构很难得出十足的结论 国务卿布林肯也指出 中国政府显然没有提供研究需要的所有数据 而中方协助撰写报告的这一事实 也对该项研究的公平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请继续昨天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